米扎埃尔仗着有银河掩饰空龙 简直狂妄到了极致 居然声称让一哥和三妹一起上 他也不决 与此同时 被老六联合大壮阿里托 要开始因其他三皇 由马和关月星光体 前往巴利安世界指导黄龙 至此 背景交代完毕 排局正式搞起 一哥抢先进攻 起手一张九星怪兽 通过将同名卡送入墓地 特殊召唤上场 接着发动远古之卡死者苏生 复活同名的九星怪兽 借此进行超量召唤 召唤序列排名第九 天盖星之代森球 随后搭配魔法卡 魔法的召唤分解 封锁住使用魔法卡的特殊召唤 四爷的克命排局也不是白打的 排局的数据同步到了一哥的终端 而一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封锁 扎哥的升迹魔法七皇之剑 最后一哥覆盖两张卡结束回合 这一瞬间 又来了两个七皇 三妹和一哥对视一眼 一切静在不言中 他们要用人类科技硬抗神秘 好家伙 这种队友哪怕是输牌了 也足以让时代看哭啊 轮到扎哥 一顿操作猛如虎 叠放两只等级8的界限龙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107 银河掩之视空龙 扎哥属于强硬牌老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攻击 一哥小手一挥表示无效 只要带森球有超量素材就能免疫攻击 既然如此 那就启动视空龙的超量效果 在战斗阶段去除一只素材 无效除它以外的怪兽效果 好吗 这就叫后手反制 而且由于时空龙可以根据 战斗中使用卡片的数量 一张就提升1000点攻击力 三妹想挣扎一下 表示战阶已经结束 然而 时空龙之所以叫做时空龙 就是因为可以再进行一次攻击 每期名曰时空倒流 4000点激光喷向天盖星之带森球 兄弟二人开局不利 生命值降到2800 扎哥简单结束回合 时空龙攻击力复原 不过一哥和三妹毕竟也是一个篇章的主力 在当年那也是十分棘手的存在 三妹叠放两只等级为6的怪兽 超量召唤序列排名第6 先使遗产之大西周巨人 效果可以装备目的中怪兽的攻击 刚想装备戴森球 扎哥就紧急叫停 永续陷阱式空洋炎影 装备给银河掩饰空龙 无效对方怪兽的超量效果 这样就可以保下式空龙 但事情真会这么容易吗 这个家族的人可没有什么的吧 来了来了 虽然混沌之力对身体负担过大 但升阶后的大西周巨人太秀了 升阶召唤CNO6 混沌大西周巨人